這影響很大 因為萊豬 對我們講在貿易裡面 很小的一部分 並且對我們的出口的影響很大 這代價太大 太大了 我們忍受不了的 直言臺灣忍受不了巨大代價 公投前夕 台中院院長劉泰英出面喊話 支持投下不同意票 因為反萊豬公投 一旦通過 恐對臺灣申請加入CPTPP 增添疑慮 連曾擔任國民黨大掌櫃的劉泰英 也說出重話 要把眼光放遠 因為CPTPP目前由日本主導 採共識決 而美日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 如果臺灣反萊豬公投通過 阻擋美豬進口 對國際組織來說 是不用心的行為 表態我拒絕美豬 你等於是反對美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面臨非常大的困擾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要 重新回到整臺灣 單單關稅提高 對臺灣影響就知識提大 財新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也認為美豬議題 可能影響臺美日關係 讓出口業者的關稅增加 四大公投如果都同意通過 股市也會受影響下挫 如果說大家反對的話 我們臺灣的前途 這不跟政黨有關 臺灣的跟國際的交友貿易 我們真的沒辦法 會有相當的困難 美國洛杉磯台橋召開記者會 強調美豬安全性 另一場在紐約的臺灣人 也在紐約臺灣會館呼籲 四大公投投下不同意 其中就有超為AMD總裁兼執行長 蘇茲峰的父親 蘇春懷力挺 在公投倒數表態 畢竟每一票都至關重要 三軒林靜靈 巡線稍數看到